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就是说他可能扩散了 以及他非常有可能是人传人 而且事实上大陆虽然公布的是只有62例 但是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 他们根据现在日本跟泰国 已经也发现了三名境外移入的确诊案例 所以他们推估 再加上中国境内除了武汉上海跟深境 也都出现了疑似案例 所以他们推估整个的染病的病例 可能已经超过了1700例 那么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一个是人传人的确定性大概越来越明显 那么第二个是 因为现在刚好碰到大陆的春运 春运就是说人流的这个人的流动 非常的频繁 所以会让整个防疫更困难 也就是说疫情的扩散 有可能大量的增加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疾管署已经备战了 现在整个机场港口都升级 现在包括美国 有三个城市 已经都对从武汉来的这个班机 要进行防疫的特殊的一个检查 好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您在过年期间 那么要往返两岸 或者说到大陆 特别是如果要到华中地区 那么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新型病毒 这个肺炎的这个疫情 现在看起来是有扩大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来看几组 跟中国有关的一些经济 跟这个统计数据 就是在上个礼拜五 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第四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增长6% 所以全年是增长6.1% 那这个数字 在放在全球的标准 当然还是不错的 但是比大陆去年的6.7 下降了0.6个百分点 大概下降了十分之一 那么这也是29年来 最慢的一个增速了 对大陆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 这个经济上的一个 一个瓶颈 一个瓶颈 好 这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 跟大陆的经济有关的 还有一个数字 这也是大陆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那么令吉洁 在上个礼拜五特别公布 就是大陆人均GDP 已经在2019年突破1万美元的大关 达到10276美元 那么大陆总体的国内生产 马尾的总值 达到人民币99.1兆 大概接近100兆元 那么所以它整个的人均总 这个GDP总量达到14.4兆美元 这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大概是美国的70% 美国大概20兆左右 但更大的意义是在于说 整个人均的GDP 那么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 好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 2018年 这个全球人均GDP 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人口规模 差不多15亿左右 那大陆人口是14亿 我们待会儿要讲到大陆的人口 那么14亿加进来 所以呢 大陆一跨过这个门槛之后 就让全世界的人均GDP 达到1万美元以上的人口 从原来的15亿 现在增加到变成29亿 将近30亿 几乎是增加了一倍 这个就有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洞见观瞻 从这个1万美元以上的全球人口 在中国达标之后 那就整个就增加了一倍 这可以看得出来 好 讲到人口的问题 那么刚好在大陆国家统计局 上个礼拜五 同时公布了这个统计的人口 就是到去年底为止 整个总人口突破了14亿大关 那么官方的说法是14亿05万人 好 这个数字比2018年 是增加了467万 467万 那467万这个数 看起来我们看起来很多 但是其实这个增长的数字 已经是从1962年以来 最少的一年 那增加467万 其中出生人口全年是1465万 那表明说新增人口1465万 但是也死亡了大概有1000万左右 那所以呢出生率 千分之10.48 这个数字也是1949年 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的一个 那不过当中这个二孩 就是说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婴儿的比例 将近六成 那就表明说这个开放第二胎 这个政策是有产生很大的一个人口 这种红利的一个作用 人口红利的作用 但是对大陆来说 这个出生率的这个减少之外 还有两个大的问题 对他的人口上来讲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男女的结构 大陆早期的一胎化的关系 造成一般人为了想要有一个传宗接代的概念 所以有时候甚至出现过逆杀女婴的事件 那或者有很多人 这个生的这个这个女生的女的 那想尽办法违反罚款 要生个男的 但如果生个男的就不会这样去想 结果呢 总体来说就造成男女评的一个失衡 现在男性人口有达到7.15亿 7亿1500万人 女性是6亿8500万人 两个相差3000万人 相差3000万人就表示说 这个男多于女了 那这样的问题可能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够慢慢的来改变 这是大陆人口上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人口数量公布了以后啊 现在看到这个人口老化的趋势啊 那么其中60岁啊 包括60岁以上的人口有2.54亿啊 占总人口的18.1啊 那么65岁以上的啊 人口有1.76亿 占总人口的12.6%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65岁以上 如果超过15%的话 那就是一个老龄化的人口啊 当然台湾早就达标了哈 但中国大陆也很靠近的 12.6%啊 那现在看到哈 就是说一方面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变慢啊 那么这个29年来最低的一个6.1出来 现在一般预估啊 2020年啊 这个很难超过6啊 甚至有可能跌到6以下啊 那但同时啊 这个老年人口的比例啊 又增加的很快啊 那这两者相较之下 就是说整个经济的这种往上成长的动力啊 那么难免会受到影响啊 我们看到另外有一组数字就很清楚啊 就是说 现在大陆的这个所谓的劳动人口啊 从16到59岁啊 劳动人口有这个啊 8亿9640万人啊 占总人口比例是64%啊 那但是刚讲到65岁以上已经达到12.6啊 而且现在有个情况就是 现在每年啊 65岁以上的人口增加超过1000万人啊 那你现在出生的人啊 如果到一个时间点 时间超过了这个死亡 就出生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呢 这个老化的比例也高 这就形成一个叫做 未富先老啊 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的话呢 第一个是整个这个养老的支出会增加很多啊 财政上来讲会是一个负担 所以大陆这几年啊 开始对这个社保啊 要中央要求把这个央器股权转向社保基金啊 那应该说也是为了填补退休人口增加 对社保基金所带来的压力 因为你这么多人退休 他就没有太多钱可以缴到社保基金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了 好我们同样是看看人口问题来看一下日本的情况 日本讲的是后生省啊 在上个礼拜五啊 他们也公布了 是由后生省跟警察厅联合公布了 就是日本的自杀人数啊 那么连续第十年降低啊 2019年全年的自杀已经低于两万人啊 低于两万人 那这个是从1978年开始统计以来的第一次啊 那么政府讲说啊 主要是因为经济复苏跟政府的防止自杀政策啊 发生的效果啊 呃大家有印象啊 日本似乎是一个呃比较容易啊 这种呃自杀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社会啊 呃其实在一个统计上来说 他最高的哈是从1998年开始哈 的自杀率就急著的上升了哈 因为那一年的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啊 很多的大型企业哈 那么都破产啊 那员工失业 所以很多中年男子哈自杀 2003年啊 当年的这个自杀人数达到三万四千多人啊 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哈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政府啊 对于因为自杀毕竟不是好事啊 所以呢 采取很多的措施 那现在在安倍政府时代啊 那么他们认为因为经济有所复苏 也就是说失业破产 造成的失业啊 已经降低了哈 所以到了去年啊 全年的自杀人数 大概是最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啊 低于两万 达到一千九百九十五 一千九百九 一千一万九千九百五十九人哈 比2018年减少了八百八十一人 就减少的幅度是百分之四点二啊 那当中啊 男性还是比较多 达到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七人 女性有六千零二十二人啊 那么自杀率是每十万人 有十五点八 那这个数字啊 跟这个一般的国家 一般已开发国家是差不多的哈 那日本政府是希望能够在二零二六年之前啊 把它减低到啊 这个每十万人的自杀率要低于百分之十三哈 不过日本政府的后生省的报告 还是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哈 就是年轻人自杀的问题哈 那总的自杀人口是降低的哈 但是年轻人口自杀的比率啊 还是太高啊 七大工业国当中哈 日本是唯一的一个啊 就是在十五到三十四岁的人口 他的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自杀哈 那这个跟欧美很多国家不太一样啊 这个可能是日本社会的特殊的问题啊 好 这个今天节目开始啊 把极主啊 跟数字有关的一些统计的部分啊 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那么我们要休息一下广告会来之后 要邀请李中达先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好好来谈一下 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当中的内涵 跟背后的斡旋是怎么一回事 POP壮新闻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来到节目现场 李中达先 中小兄早 是 主持人早 中小兄是我们老朋友了 每一次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事情 刚好都礼拜一啊 就碰到你了 来跟请教 刚好上个礼拜四啊 那么中美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啊 那这个协议出来之后 当然后续还有非常多的效应 但是我想听众朋友未必有那么的这个清楚知道说 到底签署的是哪些内容 我想今天我们节目开始 请中达你是专注在这个议题上 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用归纳的方式来讲一下好了 重要的是有哪些内容 是 我想要分成几点 智慧财产权 技术转让 中方扩大采购 中方开放金融服务的市场 汇率的执行机制 以及后续双边评估跟争端的解决 那我们来看一点细节 中方建立并执行一套全面的法律架构 来保护并强化制裁权 那技术转让的部分 就是确保技术转让是出于志愿 而且是根据市场的运作 那么采购的金额是在2000亿美元以上 那再来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是开放 这个对美国的金融业者是一个很大的商机的预期 那另外就是过去美方很多抱怨的 中方扔航这里去做一个汇率的调控管理 等等这个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规范 还有就是每六个月左右举行一次贸易框架小组的会议 然后还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评估 是否有来落实相关的承诺 我们看到就是这几点 这几点 你刚刚讲到汇率的问题 我留意到就是说 这一次中方是承诺说汇率要由市场来决定 然后每个月跟每季度会公布相关的数据 但是他希望是由最后台 可能是由IMF来监督执行的情况 不是由美国 所以这个也是保住了中方的面子 是没错 等于是找一个国际机构 第三方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所谓的两千亿美元的商品 采购农产品的部分 现在这样子 因为我们看得到这么大的一个金额 立即引发了美国其他贸易伙伴的质疑 或者抗议 对全球贸易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是相当扭曲的 因为美国其实大概是一个 全球在一个比较自由化的机制底下走 他又要求在这时间当中 贯彻美国至上 美国优先的精神 这两个是矛盾的 所以我们看到欧盟已经提出了质疑 我看巴西也很在乎吧 对这个其实相关跟美国 有关前面的贸易伙伴 应该都有同样这样的声音 但是你预期他会怎么样 会变成说 当然这是一个扭曲全球的 这个自然的贸易的一个 因为一般贸易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利益 但现在变成是一个政策性的采买 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真的中国一年跟美国买2000亿的话 表示说我会从其他市场买的 数字一定会降低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就会造成这些 经济体的一些受到影响了 某个角度来看 是有点把问题丢给别的国家了 对美国 好 可是还有一项 那农产品的部分 中方一直没有承诺说 什么400亿500亿吧 是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频道里面 跟各位听众报告的 美方所侧重的是农产品的采购 因为要奠定2月开始爱华州的 初选的基础 是美方 但中方一直强调 贸易战既然是因为 课征关税而起 自然逐步解决 也是要以关税取消为中 那这一次在关税上 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处理 所以预期以后的争议 有某个部分会在这里 因为中方并没有就农产品的部分 提出比较明确的时程跟计划 那也美方这边看起来 也是以还是持续课征关税 为前置中方 是否有成立落实的筹码 所以这会套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争议 好 你讲到说它有没有落实 可是这一次的中英文的协议的版本 当然有人在计较说里头的文字 但是基本上如果有看过的人 大概会知道内容差不多 但是可能页数不太一样 我注意到中文版有88页 英文版有96页 但里头都有明确的提到说 美方对中方执行协议情况的 监督机制是明确的 以及美国贸易代表 具有最终裁决权 这一点的话 你觉得中方为什么可以吞下来 我觉得要先看这个 两方的经营规模 跟贸易的结构 会出现到这样的条款 并没有意外 因为在国际上 如果两国出现贸易战 经济规模大的 比较占优势 因为它的市场筹码多 对 那美国在这个GEP的部分 它目前是规模20兆美元 那大陆不到14兆美元 只有美方这里三分之二上下 那打起贸易战 中方本来就吃亏 另外一个是贸易结构 中央大陆对美国的出口 超过5000亿美元 那从美国进口不到2000亿美元 所以两方这个贸易的顺差 对美国的内差 就是3500亿美元 所以你打起关税战 当然是美国战相对的优势 中方没有什么太多筹码 只会这个跟这个经营规模 跟它两方的贸易结构 是有必然相关 是有关系 但是中方又必须对内有所交代 我注意到整个的文本当中 那么还有一项 就是所谓的开放对等 所以要开放对等 但是里头又写到说 美国目前实施的各项贸易措施 完全可以满足这一次协议的条款 达到跟中方一样的效果 意思是什么 我都不用做什么 其实我就是逼你要达到 跟我一样的标准 所谓的公平 但是呢 这个某一个东西来讲 对大陆来说 等于你是被抵着 被抵着头 硬着头皮 非要开放不可 那么因为你并没有能力 去要美国进力不开放 因为人家都已经开放了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在过去这一两礼拜 美国股票市场里面 反应比较激情 就是在金融股这里 包括像City Bank Wales Fargo 摩根大通等等 那这当中就是 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因为这个开放的话 美国的金融业者 以他在全球所拥有的经营优势 有机会是掌握到比较大的商机 大家对这个是有预期的 那这样就来了 就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到底对谁有利 或者说谁赢了谁输了 那么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 主要是因为去年五月之所以谈不成 本来听说最后通过这个协议 跟去年五月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们记得当时刘鹤 后来有提到很明白的讲说 说因为中方有坚持三条底线原则 叫做什么呢 叫做要全面取消加征关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必须对等 第三个不容许美方设立监督机制 好我们刚前面有跟听众朋友 大概讲了一下 这一次协议的大概内容 你会感觉到 他关税没有取消啊 对不对 他官位他只是原来一定要加的 没有加嘛 但原来的已经加的 已经加的加征的关税 他没有取消 所以第一个底线就突破了嘛 第二个他说要对等 我刚也跟听众朋友讲 这个对等 变成是美国根本没有做任何改变 因为美国已经都开放了 对大陆来说 他只是一个满足 还有不容许美方设立监督机制 可是我们明明看到里头是有的 因为他给USTR是可以单独的 来做一个课征的 好那这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说那大陆为什么经过了 这个七八个月之后 那么原来的底线一一被突破 被美方突破 而他最后愿意点头 那这里头啊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这个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说大陆为什么愿意吞下 这种惩罚性的关税 那么这里头相信有非常多密信 华尔街日报也有一个揭露 华尔街日报是提到说 当两方陷入僵局了之后 中方为了摸底 所以驻美大使崔天凯 特别去找上了这个库许娜 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女婿 那么库许娜就点醒中国 说你们最好不要交着于减关税的问题 而要考虑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 川普一定会在12月15号 对包括智慧型手机跟玩具 在内大概15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要加征新的关税 好那这里面就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是状况如果都存在 五月坚持不行 结果到了一月份同意了 这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考虑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钟老兄来谈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协议 因为它影响了非常的大 所以应该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我们刚讲到说去年五月 双方突然间这个没有办法达成 川普还说这个是中方反悔 后来刘鹤有讲到所谓的中国的三条底线 那我们刚也分析给大家听 这三条底线其实在这次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当中 其实基本上都被美方突破了 那中文为什么要吞下来 我讲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因为 今年2020是庚子年 庚子我们印象中 庚子这两个字 大家记得有个庚子赔款 是在一百年前的时候 一百二十年前 一百二十年前 所以这是一九零零年 当时应该八国联军的关系 所以后来慈禧当时签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赔偿了四点五亿的白蚁 被称作庚子赔款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后来把庚子赔款 用作一个教育基金 然后是像胡适 这些人都是用庚子赔款去美国的 留学的 好那现在呢 现在事隔一百二十年 又碰到了一个庚子年 那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庚子条款 也许讲的重了一点 一定有中方的考虑 你的看法呢 中方为什么愿意吞下来 我们先看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对这种东西 反应是最敏感 最清楚 而在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 美国三大指数的涨幅都不高 代表其实整个全球的 华尔街为首的金融市场 对这个协议本身充满争议跟地雷 你讲的是去年五月吗 还是说这一次 不是我讲这一次 这一次是15号 台湾时间美国 美国时间15号 台湾时间16号凌晨的时候 其实美国三大指数在 这个开盘的时候 就反应 其实涨幅都非常有限 他对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质疑 至于提到说 为什么中共在这里愿意去让 其实我看到他还是有软中带印 虽然看起来这个协议当中 签下来对中方人比较不利弱势 可是在他的四中全会里面 还是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 13项的制度优势 而且重申在2035年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时辰不变 这是什么解读呢 就代表说 虽然我这次跟你美方签了 第一阶段的协议 看起来有一点委屈或是弱势 但是未来在中国大陆发展的 这个历程当中 国家来引导经营发展 这个关键性角色 他是不理会美国的质疑跟挑战 这个就是刚刚讲到说 当时川普一再的校正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竞争 因为你都有很多的补贴给企业 所谓的这个国家给补贴企业的这个问题 所造成了全球贸易的不公平 而这一次的第一阶段协议 这一部分琢磨不多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改革国有企业 这两个都相关的 所以他是知识产权保护 这个道路本来就说我要立法 金融市场开放 我本来也愿意 所以你可不可以这样来解读 就对中国来讲 那么一方面他需要时间 来把内部的这一些东西 要求好 至少我从去年五月到现在 虽然拖了一年 但是我争取了一年的时间 那么至少 然后在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 有很多的开放 等于是倒逼改革 我变成是借美国之力 因为大陆也有很多利益团体 那么借美国之力 来把这些市场开放 但是我坚持的 党跟政府的角色的部分 我一点都不松懈 就是包括取消补贴 跟国企的这个问题 但是当然这一部分 现在川普已经讲了说 关税我暂时不会取消 要等到第二阶段之后再来 那第二阶段要谈什么呢 现在好像还没有苗头 是其实我们来看说 为什么会前途都有背景 因为虽然川普原来是针对 中央大陆的制度性改革有坚持 但又马上要展开农业州的初选 所以你看到很清楚 他现在在这边就先稳住 因为你来采购农产品 稳住我在农业州的基本盘 这美方的盘算 那中方因为虽然刚公布了 这个经济数据 去年还是保六 但它是中共这29年来 最低成长率的一次 所以形势上相对也是有压力跟严峻 所以我们才说 各有坚持 为什么可以在15号顺利来签署 其实各自有坚持 但有各自要痛促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所谓的纳许平衡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互相 你要达到我的最佳利益化 都做不到 对 那就回到一个 我现在最现实需要的 对美国来说 对川普政府来讲 我最重要的是 初选 要开始 农业州的初选 那么我不能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去把我的铁票员受损 这是一个 所以美国那么坚持 采购农产品跟这个有关 对中国来讲 我经济本来就要调整 我要调整当中 你刚好是一个东风 但是我根本性的问题 我至少第一阶段 我没有答应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两边就可以谈谈 而且不赶快结束贸易战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会让整个的 它的所谓的结构调整 会更加的困难 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们还是得关注 从台湾的角度来说 这一次的开放当中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它开放的美猪 美猪跟美国的大米 这两部分 这是什么情况您了解吗 其实我们可以从最近英国的事情看起 因为英国马上要脱欧了 川普就摆出来讲说 英国过去在美猪美油轮的进口上面 是根据欧盟的安全标准 那你既然托我 美国来跟你英国单独谈 所以我们其实短期可以 有关刚才主持人所提到 短期可以先看美英 在有关美猪美牛进口上面 谈判提出了什么样的 方向跟逻辑 但我认为 台湾这里可能马上也会碰到 因为我方已经多次期待 说签台美的FTA 然后刚刚这个贸易协议里面 连川普自己都讲这是一个巨大美丽的怪兽 川普自己讲都有讲出这样一个字眼 那就马上要面对 而且在这个协议里面 他这里有一个专章是处理食品安全 中国大陆也承诺在12个月之内 依据国际标准来决定瘦肉金 就是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值 国际标准 这就很有学问的 所以这就是说 如果台湾方面真的期待跟美国签台美的FTA 那中国大陆这次在这个食品安全专章也做出了承诺 例如我刚刚讲到 英国脱马上面对川普要求起动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非常有可能英国也开放了美国的猪肉 就是要看他谈判的细节 至少不是用欧盟的标准 现在欧盟不准嘛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台湾可能真的 如果说台美这里要进一步的关系的深化突破 美猪美牛是马上要去面对的一个讨论 过去有一个说法 因为当时是两岸都拒绝美猪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 因为台湾比较小 美国要压迫台湾先接受 那么到时候他就用台湾的理由来要求中国也接受 那还有一个讲法是说 因为两地猪肉都是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个肉食的一个来源 同时台湾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市场 虽然规模比较小 那台湾都可以接受 大陆没有理由不接受 但是现在到过来是大陆先接受了 对 所以我就说你可以看出来 当然就是要去解读这个贸易协议的条款 不许里面还有个专章去针对食品安全 我开玩笑就是说 美国现在驻各国的大使馆代表处就变成美猪美牛最佳销售员 销售员 对我跟那个AIT的理事主席 墨剑才当选第一天就要请开放美猪美牛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其实川普现在就是从这里来看嘛 农业州嘛 这个是大批对他来讲的一个商机啊 编定初选基础 所以我比较认为说 如果台美关系要深化的话 这个是立即要面对 可是他在这次的总统大选里面 是被整个就没有谈 在上一次16年的选举里面 这个是有一个交战的一个议题 这次没有 但事实上是马上会去碰到的一个议题 对当然了 一个以台湾做 我们是一个贸易 这个立国的 那么跟全球的这个连结度这么深 而且中美两大市场是对台湾来讲 本来就是重中之重 那现在两国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 那对台湾肯定会有影响的 不过我们在谈对台湾的影响之前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 那川普接下来是不是要对付欧盟的 他的贸易战 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过去这一年的脉络走过 我们当然焦点是比较美中 那当然各国都有 因为美国跟日本这里是 也是农产品还有汽车的关税问题 那美国跟德国这边是汽车关 美国跟印度去年7月是制裁权 因为川普的逻辑就是说 印度他在软体上面跟中国是采一样 用票窃的 没有尊重保护 所以当然因为美中贸易是焦点太大 但事实上不能忽略其他的几个角落 在过去一年多 美国也都相继发起了贸易战 所以是一个全球的贸易战 它是反映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区块 不同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刚刚讲到说 现在美国的各铸各地的大使馆 变成美中美的推销员 选举的时候 韩国有一个主张 所以我们驻外单位 应该变成一个经济办事处 去推销 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太离谱的一个主张 是因为全世界走到这里 本来我们常讲政治最大的经济 但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很多国家而言 我去跟你谈什么样的关系 最终还是我拿到多少商机 不然不会在这一次 美方这么坚持金融市场的一个开放 不然制裁群的保护 这必须都有高度的经济的思维 可是将来到底要怎么 因为现在已经美方也同意了 就是说不要另设一个监督机制 特别是不能设在中国 这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可是又授予USTR 美国的贸易代表署 可以做最终的裁决 那这等于是说我面子给你中国 但理直在我美国这里 我觉得这还有得吵 因为事实上我看这个八个专章里面 我自己的浅见 最大的争议会在这里 就未来怎么去落实这个监督的机制 因为从美方的逻辑 他认为中方过去都没有 就如实打他的一个承诺 那如刚才主持人所讲 这次签下有一些争议点 对中方相对比较委屈或是不利 将来可能很大的争论 会是在这个监督落实的机制 比如说美方可以主动指责中方说 你就没有落实你的承诺 那这就有得扯 中方可能也在等 反正接下来签的之后 本来就不预期在今年 会有第二次协议 那第一次协议的落实 我也边走边瞧 如果你总统选输了 换一个总统 那大家重新来过 我又争取到时间了 这是很合理的一个判断 这样子 但是当然对川普来讲 他要先拿到他能够拿到的 就刚刚讲 我估计至少在今年 这个农业采购 美国大概不会松手了 美国一定要他立刻做到 就算仓库满坑满谷 你都要给我做到 对 其实你用16年的大选来看 红通通的 整个农业州 全部是在川普这边 所以他现在最核心 就是为这个事情 因为这几个农业州 同时也是摇摆州 摇摆州 那么摇摆州就是说 不一定会投给谁 那表示说 看到时候 哪一个总统 对他的政策 号召大家共鸣度高 那就会往那个方向走了 所以美国这个选举 所以简单说了 2024 对不起 今年2020的这一场 对最大的一个 全球的贸易协议 这个背后 其实有充满了很多的政治 对川普是很明显 习近平又何尝 没有政治的考虑 他这个 今年大陆要叫做 要全面小康 你全面小康的话 你经济 如果不能有一个 稳定的发展 你这个全面小康 就不可能做到 可能会有一些人 把他救上来 又掉下去的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我在补充 全面小康 那2020 但是下来是2021 中共建党百年 他两个百年 第一个百年 所以他逻辑是串起来的 就是全面小康 所以达成 然后用最佳的国家检设 当成党庆百年的限领 但是目前这一套政策的思路 显然已经被美中贸易战 打乱了 所以这也是判断 中方愿意部分妥协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我们休息一下 关会回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这一次中美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并没有包括技术管制 这所谓高科技的技术管制 但是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说美方鹰派人士 对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不满 那么他们尤其不满 那么这个没有美国政府 没有封杀供货华为 关键外国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两天也有意思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跟中国的驻荷兰大使 那他们为了荷兰大家 我想了解半导体的这种朋友都知道 就是所谓的ASML 它是一个生产最尖端的半导体的极脂外光 EUV 这个围影设备 那么美国现在在施压欧洲各国 包括英国 那么这个第一个是不参与5G 不要把华为的 5G的部位要把华为剔除了 那现在对整个半导体最重要的ASML 的部分美国现在也说 它是一个极端敏感的技术 它虽然在荷兰 但是它并不属于这个地方 其实它讲的话也不是没有根据 那ASML是一个跨国的一个技术 美国也有很重要的参与 那当然中国驻荷大使就起来批评 说这是一个要强加荷兰的政治压力 意思是说让这个地方的东西 不要卖给中国 好 这个技术管制的部分 那个钟大雄 您的判断呢 因为本来说科技 这个又牵涉到一个所谓的 这个脱钩的问题了 那你对整个 我想这一步应该是非常敏感的 这一步你的看法呢 是 我们先来谈最大的一个框架脉络 那跨这个年是2020年代的展开 那机会预期美中两方的 这个长期的策略性的斗争 主要将来就是反映在科技上 科技上 从贸易战到科技上 5G啊 AI啊机器量子运算 大数据电动车网路资安等等 两方一定是劲夺 试图取得自己的国家的技术优势 我甚至看到一个报导提到 美国在5G的某些技术是落后 想直接跳过就发展6G 所以可以看到这就刚刚所提到是一个重中之重 那现在我们来看美国大概在科技管理上已经产生两个思维 一个是说我来要求德国和英国这种不要去用华为的商品 不再跟他采购 那至于在这个关键性的这个设备或是技术上面 是施压于荷兰跟日本 所以一个是采购方 一个是技术方 就很清楚看到美国站出来 包含之前去年我们看到的这个五眼年门 就是美方根据这个贸易安全 国家安全的一个思考 就是希望他的门帮 主要就是来跟华为断绝合作相关的这些关系 已经在往这里方向来这个延展 对 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一个防堵还不限于华为 刚刚讲到那个ASMO 它是因为去年的时候 那个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中心 我想那个一个草字头一个心 他们本来去年底就要买 就应该可以买到ASMO有一部最先进的 我们刚讲的那个叫做EUV围影设备 那个价值大概1.5亿美元 好像听说ASMO生产的台积电有好几台 其实都是台积电买下来的 因为台积电这方面技术最高 但这个设备又被称为军民两用 所以这个有一个叫做瓦胜纳协议 瓦胜纳协议那么这个有40个国家 签署包括美国荷兰英国日本 他当中就是说这个涉及管制敏感科技 对北韩跟中国来输出 这部分所以两边炒是炒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回到跟台湾有关 刚刚讲到台积电 张忠某前面讲过说 这个未来对台积电来讲的竞争压力 都不是什么技术这些问题 是地缘政治 好那现在这一次没有错 美国并没有寄出对中方的技术管制 可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不断的有这个消息出来 日本媒体尤其很热衷报导 都讲说他可能要把 那个有美国专利的部分的这个标准 那么禁止你跟中国接单 从25%降到10%等等 那现在台积电有一番说 还有不然就是叫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台积电一家占我们的股市 20%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担忧 是一个起人忧天 还是一个随时会降临的一种存在 是这个议题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陆续外媒就报道 到目前为止台积电的高管 都是用纯属议测 台积电也说他们不排除去美国设厂 是是那我们先来看 还是回到刚刚我们讲美中贸易结构规模 这样就可以理出他的逻辑 华为现在是台积电的前五大客户 他对台积电的贡献 营收在5到10% 我们现在有这个数字 但另外一方是美国的企业 对台积电这边的一个这个占比 包含苹果高通博通辉达 这些美国重量级的科技业者 占整台积电营收是61% 那相当悬殊 对相当悬殊 所以这有点类似美中的贸易结构 我刚刚一开始才回应的这一段 也就是说如果台积电最大的买方 是属于这些重量级的美气 而华为现在比重是5到10% 一旦美国不管说要求台积电 要到美国设厂 或是刚刚主持人讲那个25%降到10% 那是长臂条款 就是去年6月针对这个华为出口管制令 就是如果美国的贸易代表处判断这个美国元素的比例在25%以上 他就断练 25%以下你可以持续跟他保持合作的关系 那这个数字现在来看台积电大概在17到18%左右 所以他25%没有问题 10%就有问题了 但是万一如果美中从贸易战开始走向科技战 形势恶化的时候 他压缩到10% 台积电就被界定成美国公司 那根据他这个游戏规则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去跟华为做往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条款产生 我想是因为从美国半导体的国际竞争 他界定美国队里面有两个一定要争取的队友 一个是韩国三星 另外就是台湾的台积电 所以等于说对韩国三星跟台积电而言 他现在假设这个全球半导体战争往下走 在美中之间他势必得有选边站 这样的一个思考的决定 那你觉得对台积电来讲 那就表示说你没有选择 如果要选择只能选美国啦 对不对 比重那么大 那万一没办法左右逢远的话 那就只能舍弃中国的这一部分 对 因为现在其实回到刚刚荷兰那个光科技 光科技的部分 它是半导体主要的设备 那对于台积电而言 不只台积电啦 就全球在这个领域来讲 它的主要设备供应就是美气 在台湾我们最熟的就应用材料 所以一旦美方真的这个议题 拿到台面上不断跟台积电施压 台积电恐怕得在这边 还是得做它的决定 我猜测啦 真的事情往下走 承诺到美国设厂 应该是一个权衡之计 可能也不得不了 不得不 从本的部分 我上个礼拜刚好碰到 有个聚会碰到我们经济部工会局的 李局长李正华 也跟他聊到这个话题 他说政府也很关心 但是他们去跟业者谈 其实业者的灵活度 要比政府大得多 当然 政府我看这个事情 台积电这个事情 政府能帮的忙很有限 本来台积电 你去看它的外资的持有结构 跟它背后的董监事 它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具有国际化色彩的 所以当然不是属于 我们自己政府 可以去说些什么的 但是正因为台积电 第一个 它占了台湾股市交易的20% 第二个台积电的股权 80%是外资 第三个 因为台积电的技术 对全球半导体 它的一个生产是非常重要的 而半导体又是现在一个 资讯社会时代非常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台积电对台湾的安危 其实它是一个 国安层次的一个议题 好 非常谢谢钟大兄 今天礼拜一开始 我们针对 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的这个前因后果 跟可能的影响 特别包括对台湾的影响 为您做了一番浏览 希望有助您对这事情的了解 谢谢您收听 谢谢钟大兄 明天见